Hello,大家好,我是亮哥 欢迎大家再次来到植物慢转市 那今天要讲的呢,就是浇水 我先演示一下啊 新手经常会这样浇水 先喷一下叶子,好,土有点干 再去喷点土 好,这样就算浇完了 那有的呢,觉得这个土 可能还是偏干 他会拿个杯子啊 我给它浇一点啊 这边再浇一点 大家觉得这样有什么问题吗 那么这里面最大的问题呢 就是没有浇透水 它底部啊,没有流出很多水来 那就是没有浇透 我们浇水的最大的一个原则 就是要浇泽浇透 一定要给植物要浇透水 让它吃饱水 不能浇水啊,只浇半截水 就是它可能只是 这里面只有一半是吃的 底下还是干的 那肯定是不行 好,那我现在给大家演示一下啊 那我最推荐的浇水方式 肯定是使用花洒 我一般性就是这样浇水 像这个长里铁 我们看到可以整体的给它冲零 然后它这个水上面一开始会积的水 然后慢慢就会渗下去 然后直到底部啊 会这样大量流出水来 我们看一下啊 不知道看得见吗 好,一直在滴 有的时候我们一遍浇不透 有的时候它比较干了 泥碳太干之后呢 它这个吸水性可能会变差 我们还可以再来一遍 甚至来个两三遍 有的时候我们浇那个定根水啊 就刚刚移栽好植物 那个土可能买过来 它是烘的比较干的 我们可能要浇个四五遍 才能完全浇透 像这里呢 有一盆我扦插的这个花叶的熊掌木 大家看到我是用这个水苔扦插的 因为之前有点下雨 其实它有点湿的 像水苔啊 泥碳啊 如果你 如果它这个植料彻底干透之后 你第一遍水很难给它浇透的 它其实是不吸水的 我们可能就是这样要 这样先进去浇一遍 叶子也可以给它冲一下 这都没事的 冲了之后呢 它可能第一遍吸的比较少 我们可以过个两三分钟 再给它这样再浇一遍啊 这样再浇一遍 可以浇个两三遍 直到它这个水苔充分湿了 然后就有一定的重量了 那就OK了 那这边还有一盆香根草 它应该是新叶的 但是夏天它叶子就会偏绿一些 我们看到其实这个盆啊 已经干的稍微有点透盆 当然还没有太干啊 太干它这个完全会分离的 这个时候我们有的时候浇水啊 这个水会直接剩的 这个盆壁就直接流下去了 所以其实浇不透的 因为它这个泥碳比较干之后 很难吸水 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可能很快就下去了 下去之后呢 其实它里面还没有完全干 那这个可能它由于这个干的太久了 它这个水现在暂时还下不去 所以要过一会儿 它慢慢的就渗下去了 好 一下子就下去了 因为表面它太干之后呢 它可能一下子就输水 现在就下去了 但是里面其实还是比较干的 我们可以多浇个几遍啊 它这个叶子都卷起来了 就说明是有一点脱水 但是没有什么关系 植物缺水没有关系啊 我们以后会讲一些 植物水浇太多是个什么情况 缺水其实问题不大 我们只要及时的补水就可以 好 这样底部淡量流出水来 就差不多了 如果觉得浇的不够透 等会儿还可以再浇一遍 好 那最后讲一下 为什么我会比较推荐 用这种花洒的方式 大家看到这个兰花的新芽 其实有的人不注意啊 这个新芽里面积水 很容易就发生 这个新芽的腐烂情况 尤其在这种高温高湿天 这是为什么呢 如果我们是用这种小的喷壶啊 就是这样给它去喷一下水 那水量比较小 它叶片里面呢 可能你之前它有些灰啊 就积在里面 那你水比较少 它这个水和脏东西的混合物啊 就会导致这个细菌快速的这个发展 就会导致有这样一个过程 但是如果我们冲林呢 就像是模仿这个下雨天 其实下雨大家知道 其实至少都是持续半小时以上的这个时间 然后我们水量很大 它其实植物应该也有类似的生理反应啊 它有的时候气孔在阴天就会关闭 而在大太阳的时候 或者是白天 它是会打开的 所以说如果你只是浇很小的水 它没有这种生理感应 而且脏东西也冲不掉 那很容易导致气孔张开 然后里面又积聚了这种脏东西 就会容易造成腐烂 那我们这样浇透水之后 给它全都冲干净 全部整个都浇透 底部大流流出水来 这样它这个植物 我们只要放在这个通风的地方 当然这个浇水现在是夏天的 我们尽量是傍晚去浇 然后经过一个晚上 能吹干了 就肯定不会有问题的 这新鸭都会非常健康 好 我现在再给最前面那一盆 再浇一下水 这样就肯定是浇透了 当然日常的浇水 没有必要这么夸张 一般性两次浇水 只要它这个土不是太干 肯定都是OK的 那么大家千万不要 就是拿的好像 这一个多肉的这样一个糊 给它这样小心翼地浇 没必要 因为我们绝大多数草花 树根 球根这一类植物 都是需要浇透的 就是这是一个 普世的一个原则 大家千万不要太小心了 太小心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 大家就放心地取消吧 想想自然界当中 它们也是经常受这个日晒雨淋 我们就是要道法自然 好 那今天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